-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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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各位今天又是森林雞湯的一天 今天的主題呢就是情侶之間的問題有什麼啦 然後情侶之間呢會邀請誰? - 啊!啊!啊!空龍! - 啊!啊!空龍! - 啊!啊!啊!空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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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z書 》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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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顧幫ipping - 啊! - 啊! - Workout - 啊! - 喔!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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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身 好啦 我們來問一題 第一題比較 OK 第一題比較簡單一點啦 就是讓我們問 情侶之間要怎麼分配錢 講真的啦 我們這件情侶應該跟別人不一樣 一般人都覺得喔 一定要男朋友給錢的 給完錢的 我覺得最舒服的狀態 在還沒有結婚之前都是 AA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打拼都有每個人的辛苦 所以我不覺得 另一方一定要給更多 或者是 不是一個應該的問題 對 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把一些壓力施加在一個方面這樣子 就比如說 我幫你給錢 不一定代表我很愛你嘛 也可以不愛你的嘛 就有些人會覺得 我一般幫我給錢 他才是愛我 對 這樣我們男朋友不是沒有錢 我會放棄講話 欸 現在有讓你沒有錢嘛 其實我跟他思春 現在金錢的Private方式比較是 他買東西他自己買的 當然我偶爾會買一些東西給他 還是要做一些男人該做的事情 你有買東西給我嗎 講好了喔 有咩 弄出CAM喔 最主要是我們 不是AA到很講笑的AA 對 我們是怎樣講 我們也不太會CAM太多 有些人很斤斤計較 就有時候我們還是會 叫對方 可以幫我給 這個筆錢嘛 呃 也不是AA到很吝嗇 有必要的時候 就會幫對方 給一下這樣子 因為有些看過其他情侶啊 要買東西喔 筆買給我 什麼都叫筆筆買 這筆筆賺錢這樣喔 他筆筆不用存錢這樣喔 豬腦 哈哈哈 不是 我知道了喔 你要把你的毒湯介紹一下啊 各位 其實我也是 他有一個 藏有毒湯 其實也是 雞湯而已啦 但我的雞湯 就是像我現在講話這樣喔 不用負責任的 反正不是我的問題 啊記得讓大家 comment 下一集 下一集我也做一個 而且他一直在學我 OK 第二題呢 就是問 你覺得難嗎 我們就是因為 現在開始同居 才開始有了第一次的分手 應該這樣講吧 不對嗎 不是 是還沒有同居前就分手了 喔 是喔 對 我還記得那時候 剛好一起 已經住了那個房子 房子 然後跟那個屋主講 我們要退租 他現在屋主人很好 我不要告訴他 我們分手了 他就給我們退了 不然他講成了 他有合約他可以不退的 對 他會 因來說我們 我們就是要空著那邊 繼續給合約 這樣子給錢這樣子 嗯 我覺得同居過會比較難耶 會 因為 習慣不一樣嗎 就是兩個生活在不同世界 不同家庭的人 然後要把他們兩個合併在一起 要互相去配合對方的習慣 這件事情是很難的 我覺得應該講 兩方磨合都需要時間 對 如果磨不合 就分手了 真的嗎 不是嗎 確實是沒有錯 那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講個例子 我跟他一起同居的時候 他睡覺一定要關完燈的 我睡覺假的 都要留一個小小的燈 對 就沒辦法囉 我朋友好了 我關完囉 就是 我怕鬼就怕了一起走囉 真的 就是關燈會影響到你嗎 會 我怕鬼 我已經變成想要有鬼 看眼睛暗了完也是有鬼 因為我變成想要有鬼 看眼睛又用到就沒有鬼 會有影響到你的睡眠質量嗎 你以前老師講話 你再叫給我的毒糖上升 會啊 然後我就會要配合你 就配合囉 我要你認真講話 你現在給我認真講話 OK 很痛 會影響到你嗎 其實通常可以配合法的 都是不會影響到我的 對不對就是 所以到現在 我們到底還有一個問題 有些我改不掉的東西真的會影響到我 比如說我測不及會出聲音 我從小到大 測不及會 沒有 我覺得一個人的習慣可以在21天內解決 但那個習慣 我這個習慣已經是我從小到大都有的習慣 可是 21天內 你看啊 我現在26歲 然後呢 我可以在一起半年 嗯哼 我幾乎有三分之二都在有這個聲音 就是可以改啊 想辦法囉 就是努力啊 努力啊 就是你沒有喪心要改啊 有 哪有喪心要改 Nice question 你如果有喪心改 你就會在你 中心之前 想到我 討厭你咀嚼聲 我不懂那些跟我一樣的人啊 真的你吃東西會 不由自主 OK 你知道我怎麼改變這個習慣了嗎 以前我吃東西也會發出聲音的 是我大姐罵我 講可以不要發出聲音嗎 我從此不敢發出聲音 欸 我沒有解決哥哥 那就是因為你沒有性改 沒有 沒有長輩罵我 我爸媽都沒罵過我 你罵我 我爸媽媽 是可以改 是可以改 OKOK 不要改 Next question Next question 他生氣 就是同居真的不難 但是同居要互相磨合配合 這個才是難 就是看你自己有多想為對方改變 對 其實是可以的 可以去實行的 不用害怕 就這樣子 平時是飯的時候 男朋友的一些習慣自己不喜歡 以後會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嗎 剛在一起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的剛好 不要分你分了 不要浪費時間 我覺得他應該是沒有去跟對方講 他不喜歡什麼習慣 我覺得要坦誠講 對 就是我不喜歡你這樣子 比翼你可以為我改變嗎 你要撒講 比翼 我不喜歡你 我沒有 我沒有這樣喔 欸 不要給我帶我 我沒有這樣喔 我沒有這樣子喔 比翼 我不喜歡你發脾氣的耶 我沒有 你不是這樣嗎 我沒有 我會叫你 可以安靜嗎 這樣 他是很兇喔 他是大男的主義 你安靜啊 夠啊 我沒有這樣 我還是這樣啊真的 我沒有這樣子 你不要再汙蔑我耶 常常是我耍久的 比翼 到底是你嗎 你還是你啊 你不要汙蔑我 現在的問題是 不要覺得他剛在一起不到一年 喔他以後會不會是問題 講真的啦 肯定是 就是常生90個問題而已 因為唷 他會有越來越多自己的小習慣 當你們同居過 或在一起跟酒過 所以其實這種其實要慢慢 少個機會跟他聊 跟他改用什麼 我覺得人喔 有一種情緒或習慣 就是習慣別人以為你知道 你不要以為真的別人很了解你 會去知道你的心裡不喜歡什麼 你一定要用講的出來 不要覺得你對別人好 或者怎麼樣是一種 真的是好的行為 不要以為每個人都在想什麼 你有嘴巴 對嗎 如果男友和一位同性戀女生同居 哇這個我以為在拍我的毒湯 你會嗎 不是不要問我咧 OK If我跟男生同就是gay同居 你會接受嗎 如果在我認識他是很同性戀的 我應該ok的我 因為你知道有些同性戀 如果他不是騙我他是雙性戀的 他是蠻照顧女生的 可是我是很ok If他是女跟女生同性戀 來歡迎 樓下留言 女性同性戀要給我同居的扣個1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先不要先講說他是男同性戀還是女同性戀 我覺得信任對方是一件最基本的事情 如果他又是女同性戀的話 我又會double信任 但是我 如果我跟一個女生同居也可以啊 如果你信任我 如果你跟michiyo同居我ok michiyo 就是你可以 你已經信任michiyo也可以信任蔡常勇 這兩個人的女生 我兩個人一起信任 對 我就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如果跟不認識的女生 你不認識的女生 沒有辦法 那你可能 唉 這樣我只有michiyo 還有誰 啊 煩死了 好的感情是否都不會說分手兩個字 好的感情確實不會講 我們是九九兩次喔 現在一次喔 不是 我們那一次就真的分手了 大爆發 對 我們那個分手真的是比較是常年累積的 已經很多了 我們有彼此嫌疑好 就是不要講分手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真的講喔 就真的分了 我們講到做到 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好的感情確實不應該 講分手 我覺得分手是一件很傷害彼此心靈的事情 像那一年我傷害到你 就講分手啦 我是阿講分手 他傷害到我 你可以自長一點吧 Next 男朋友很像愛他的朋友 多過愛我怎麼辦 喔 就講這個人是比較喜歡跟朋友在一起 多過跟另一半在一起 老實講他一開始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一開始就這樣的人 其實基本上 所以跟朋友出去比較多 是嗎 哪一個時期先 我們在一起的時期還是大學時期 大學時期 你知道大學時期 我們形同末路道喔 我們的學長姐問我 欸你們是不是分手啊? 因為我們感覺人家兩個完全不認識的人 他去跟他的朋友 我去跟我朋友這樣子 應該講不是我的錯 因為我跟五個馬來西亞的朋友住宿舍 然後他們有時候會叫我去吃晚餐 也就是一群男生 通常多個女生很習慣 就是大義的時候 不是我問題的是 我的大學朋友問題啊 你看 他就是這樣子 你要講來 我覺得分裂自首 不是嗎? 很難的我其實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以前我也是這個問題的 你就是這樣 我就是經歷過 有分手過才發現 其實我陪我女朋友是不多 就以前講到大學的時候 他很生氣我 因為我也是打多大了 打多大了 打晚上打多大了 然後有時候他可能 晚上 晚餐 下去夜市走走 然後剛才我們學校 蛤? 麻煩要上樓梯下樓梯 滿山他們每天 然後我就很不想下去了 然後我們就吵架了 對就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就是 需要經過一些很大的轉折 男朋友才會開始意識到 我應該要多陪我女朋友 這個轉折是由你來決定 分手快樂 哈哈哈 多陪伴 多陪伴 沒有我覺得我覺得 我一個辦法 不要分手先 發點脾氣 發脾氣有用嗎? 那他知道你有不爽 因為你知道講得了 你沒有讓他覺得 你不開心 他不會意識到 他這樣子做是有問題 我跟你講男生講這句話都沒有用了 就算女生發懶雜 他們也是不會聽的 因為他很常發懶雜 哈哈哈 下一題 哦 這裡好棒哦 情侶一起工作 常常會吵架 怎麼辦 這個就是以前我們 早期的問題 這時候我們一起 當網紅 contact creator 工作過我 這個問題其實很常發生的 我覺得應該是一起工作 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幸好我們找一個 solution 就是我們決定 擴大我們自己的 production team 就是CYP 所以我們才開始慢慢 請了擁結啊 請了其他人之類的 怎樣講啊 因為我們很常就是 我們兩個人team了 我幫他拍 他幫我拍 我們有時候會把工作 跟感情放在一起 而有時候他會 用感情的身份來叫我做工 所以就會有比較容易吵架 像如果請了擁結啊 他做得不好 他做得好 棒棒的 大概這樣子哦 他也是會 講成我也是會不耐煩啊 蛤 這次數比我還多 我跟你講 就是我們兩個應該是 視群力敵啊 我幫他拍我會不耐煩 他幫我還會有不耐煩 所以不要再宣導 我脾氣不好 這個人的脾氣更不好 我跟你們講 我們雙方的脾氣 都只對對方在一起不好 啊 對 我們不對朋友 不對我們同事樣子 是嗎 是咩 對 所以要怎麼辦啊 我覺得怎麼辦就是 如果你們沒有辦法一起工作 一定要想一個辦法 去解決 就是我們的解決方式 就是我們讓其他人 來幫助我們工作 分擔我們兩個人的工作 這樣子我們對彼此的耐心 就會多一點 要怎麼一起工作 很容易嗎 不要一起做工啦 同一個行業也是很多人用做的嘛 如果他們在同一個部門 又做同樣的事情 OK 假如他們是兩個video editor 沒辦法幫你解決叻 下一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們已經有一個解決方案了啦 其實這個是蠻棒的解決方案 看你要不要參考一下 但是我覺得 它有一點難的原因是 什麼 我們是老闆的身份 如果是打工的身份 兩個人在同一個department 一切 不可以用我們這個方法 可是 可是你至少 讓其他人來介入 會比較好嗎 如果他們department 只有兩個人呢 吃吃啦吃吃啦 不要做了 不要做了 不要在同一個公司 做不是沒有什麼問題了呢 哦 這個問題 一問出來了 這 其實太長了 男生變女生 之後道歉並不是真心覺得自己做錯 只是想要女生演將他 女生演將但是還是有次怎麼辦 所以蘇貞沒演將 我沒有演將 有時候男生喔 跟你道歉喔 講真的啦 對我來講啦 不是真的道歉 是想要平息那個路口 所以我覺得女生可能 我有可以發懶杂一下啦 但是 你可以思考一下 其實 另一半可能為你低頭 一定是不錯選擇 我要跟你講話 不要 對吧 男叫起床有什麼方法 打他 你不做男叫起床吧 他有10個道理都叫不起來 男起床呢 咦 那什麼垃圾問題耶 這個很難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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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囉 我這樣喔 嗯 垃圾問題 想知道常永時以下 對我的佔友慾是很強 以前有吧 剛開始在那些時候 煩死了 我想要佔友你 你知道嗎 我以前喔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 多男性朋友 我是一個很 C battle 是真的一個女生喔 他可以跟全部男人出去 有耶 有 不然就是那個可能 10個人的朋友 一出去玩喔 有兩個女生喔 很正常啊 正常咩 正常啊 很痛嗎 還沒有啦 沒有 正常啊 我覺得拍拖前這樣做 合情合理啦 他拍拖後他為了我改變 是他改變最大的地方 就是他 不跟男性朋友出去 我以前的朋友只有男性 因為我覺得 跟男性朋友 就是不用care他們的情緒 對我來講是一件很舒服的 因為女生很多情緒的 啊你以前做什麼樣的 XX 有誰啊 戀相差一樣 總之我覺得 跟女生在一起 需要care很多 小情緒啊 或者是 他不開心我會覺得 是不是 我的問題 可是對男生的話 我不會有這種顧慮 我會想說他不開心 哦算了啦 來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 對跟男生相處 我自己來講 我是會比較舒服一點 在班上的時候 我是沒有什麼女性朋友的 他們會有一些 小團體啊 或者是 一起講別人壞話 一起gossip別人啊 或者是 排擠別人啊 Visa就是XX啊 不是女生的是XX 以我的經歷 比較多女生會去Gossip 我們男生不會去Gossip 我們只有一頭 人家身材啊 這樣子囉 來 他們不喜歡我 或者我不喜歡他們 我都不會想要在那個環境裡面 所以我 一開始的時候 我在班上就是 男性朋友比較多的 其實我也明白了 以前不明白 現在明白 一群女生出門 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可能我覺得很多觀眾 還沒有出社會 去看很多東西 錯了社會 你會看到很多 很現實的社會東西 蠻可怕一下的 所以這個讚友誼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是比較 比較放心 我覺得對你身邊比較多了 就是重點是我身邊 沒有男性朋友了啊 這也不是我的問題嗎 就是你的問題 就是有一段時間哦 發現我會很怕跟男生講話 然後也不敢跟他們聊天 也不是他施加什麼壓力 但是你就是 你覺得你有男朋友了 你就會害怕 大媽媽最近可能會比較 還好 害怕是對的 只有男生 知道男生在想什麼 認同嗎 認同 因為他就這樣變態了 不會有正常的男生了嗎 三二一回答 你們男生思想都是這麼龜兔嗎 很多人在想啦 但我還覺得都是這樣啦 一定會有純友誼的嘛 你剛才說我這樣敢 講男生嘛 因為叔叔很多觀眾是女生了 因為你們男生坑 男生下面留言罵我 開玩笑 我覺得女生對男生可能會這樣 但男生對女生可能不是這樣 大部分啦 不然你看新聞 都是男生撿女生 你看過女生撿男生沒 有啊 很少啦 很少 很少 叮叮叮 好啦這集情侶之間的問題呢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大家 應該是有啦 我覺得我分享的蠻好的 我覺得我給的方法也不錯啊 就是叫人家分手 還有什麼 叫人家辭職叫人家分手 另類的想法啊 你們不敢想分手嗎 我幫你們想 沒有用 啊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等一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祝我們8週年快樂 今天是我們的8週年 新年之養沒有了 要分手啊 你又懂沒有 沒有沒有 哈哈哈 希望在這個影片結尾呢 暗示了你們找到另一半 那找到另一半你們呢 如果不是來趕快分手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不要在這裡了 你很煩 好了 各位下一個影片見囉 掰掰 耶 這麼好噴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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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鏡頭